新闻开始但您关心最新消息 台北市一处正在兴建的公宅 在凌晨发生火灾 公宅十楼陷入一片火海 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桑浦成 好 主播从远处看向大楼 这栋楼就像一只燃烧的火把 可以看到火焰是不断地向上窜身 大楼的十楼是陷入一片火海 警消赶紧出动云梯车向大楼喷洒水柱 正才将火势控制下来 这起火灾发生在台北市信义区 信安街15巷 烧起来的这一栋大楼 是台北市社会宅新建的案 消防人员建起火的位置高送 没有办法轻易到达 便出动云梯车布水线来涉水灌旧 还好火势在20分钟内就得到控制 在30分钟就扑灭 燃烧面积初估为时平 大家听听看消防最新说法 这个现场我们到达的时候 它顶楼已经在燃烧了 而且火势还猛烈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 已经有功能跟我们做接洽 所以我们也很快速地知道说 内部到底有没有人受困 那初步到达的时候 他们根本反映是 没有人在做施工一个状态 根据了解起火燃烧的是 正在新建的六张黎公宅基地 这项工程是在2018年5月完成统包 赤资31亿元 盖完后将提供700户 原本预计会在2021年全部完工 但发生这起火灾 恐怕完工日期将会延宕 还好发生火灾的时候 工地里没有再进行施工作业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厘清 以上最新资讯主播 请不吝点赞订阅